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去到下一个舞台就好了 周深作为实力派歌手 不仅拥有好听的音乐 还拥有励志的故事 让人感动不已 周深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 他成为了留守儿童 尽管周深和姐姐留守在家 但周深依然会努力学习 因为他心中有音乐梦 他知道只有通过不断学习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周深的留守岁月 听著非常让人心酸 留守儿童 他们是那片等待中的花海 需要我们的呵护和陪伴 然而 那时的周深 却遭遇冷眼 甚至霸凌 困难和逆境 这并没有阻挡周深的音乐梦想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他在2014年受邀登上 获得了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舞台 果然 他凭实力优秀 英明惊人 从此 他的音乐生涯一路高歌猛进 不仅在国内外获得了众多奖项 还成为了各大热门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唱者 出单曲 出专辑 开演唱会 上央视 频频登上各大声点舞台 成了华语乐坛的佼佼者 周深不仅用音乐治愈了无数人 还用自己的精力激励住同样出身的孩子们勇敢追求梦想 周深说过 不要害怕从头开始 因为每一个从头开始都不晚 这句话鼓励住无数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成名后的周深 不忘初心 周深曾率领爱心之教团奔赴家乡贵州 前往新艺势威慑镇阿姨小学之教 助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实现音乐梦想 周深不仅为孩子们准备了礼物 孩子创教学歌 与孩子们一起参加运动会 并选拔了第六支东方风云榜爱心合唱团 为同学们上了第一堂正规的乐理课 作为艺术行动梦想大使 周深亲情加盟田耿上的童年 和风艺术行动音乐会 积极推进乡村青少年艺术教育普及 让艺术教育启蒙走进更多乡村孩子的童年 周深在音乐会上与孩子们共同演绎为艺术行动主题曲 《田耿五月风》 周深还担任家乡贵阳文化旅游推广大使 并积极投身慈善公益活动中 真诚和努力 永远是流量的必杀技 周深的故事 谈称是留守儿童的励志教科书 是很多人的励志榜样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努力和坚持就能获得成功 让我们一起为周深点赞 周深的哪一段励志传奇故事 哪一首歌 让你印象深刻 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追梦故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